虽然我有一堆的排骨 猪蹄没有卖掉 但是今天又开工了 而且昨天的四个猪猪啊 你看这个镖 四次镖了 这个肉很巴士的哦 然后这边逛香肠的 再逛香肠了 这边阿姨他们准备要虚肉了 这一天天的 猫活得挺快乐的 看一下我的嘎嘎 看一下这个猪肉 真正马上见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温温暖的创业日记 今天有很多师傅在忙 看一下我们的师傅都在忙什么呢 这位师傅是专门切肉的 把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那边的师傅呢是在逛香肠 然后这边还有师傅在烟熏 腊肉跟香肠 这边我爸爸和阿姨 他们在把香肠拿出来晒 然后我呢是负责什么工作呢 我第一 一我是负责这个监督哈 监督工人工作 第二我是负责客服售后 第三我还要整理当子 因为最近因为这个口罩的原因啊 很多地方发不了货 发不了货怎么办嘞 所以温暖就要去洽谈 其他的一些菜地了 肉皮子烧了过来了 切五花肉 我的个妈呀 今天这个五花肉有点肥哦 你切小块一点嘛 太肥了就切小块一点 要不然的话一块有两斤多 肉嘎嘎 这些年我发快递都是跟森通中通合作的 速度也是挺快的 但是今年情况特殊 很多地方发不了货 前几天我发了一批荷兰的货 还有其他地方的几个店 发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没有口罩的 结果发了几天之后 客户告诉我这个地方静默了 然后我的快递就卡到了那个中转站 现在呢出现这种情况就很着急 因为所有的损失承担都是我个人的 那怎么办嘞 遇到问题就只有去解决问题嘞 所以这两天呢 我也找了顺丰跟京东这个快递啊 看能不能谈成合作 目前呢是跟京东已经谈成了合作 京东是告诉我大部分地区啊 他们都可以拍送 像重庆啊上海之前有这个口罩 他们京东是照样能送 虽然京东的运费要比其他的快递贵一倍多 但是为了客户啊 为了你们能顺利的收到温暖的货 贵就贵吧 总比在路上滞留比较好吧 你们说是吧 之前发的货嘞 已经陆陆续续有朋友收到了 他们给了一些评价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呢 我的那个妹妹那边要逛香肠 所以我把打包快递的挪到这边来了 看一下昨天熏的一天的腊肉 跟猪鸟儿熏的乌气骂黑的 这个是五花肉 一摸一手的油 这个是腿肉 哎呀好香哦 真的很香哎 五花肉 这边的话是还在晾晒香肠 这个是香肠 正在配货 然后现在京东也过来了 这边的话是摩友 他提前在我这里订了2000多的辣货 今天过来取货 放到他的尾箱里面了 今天天气好 大哥中文门从南充四上来的 我一下也捆了是吧 嗯 京东这边拿箱子过来了 我跟你讲京东那个箱子单独收费的 这种好像是三块钱一个 那个是五块钱一个 哎呦喂 还要筛选一下地址 脑袋都发疼了 因为这个口罩呀 很多地方发不了货 然后我们现在换京东快递了 这个运费给大家讲一下哈 京东的运费大部分都说16块加6 然后这都是小事 问题是他们家箱子要收钱 一个箱子三块 这个箱子是三块的 这个箱子是五块的 就一个箱 完了之后还要算保价 这收下的成本 比我发普通快递要贵一倍多 突然间换快递 这工作效率太慢了 刚刚已经拉走了一批 然后现在才包了几十个箭 我还有这么多货 还没有开始打包 哎 今年这个疫情啊 真的搞得人啊 头疼啊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钟 公伦他们还在挂香肠 实在是有点吃不消了 我得上去休息活了 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胃疼 然后呢 换了新的快递 对接工作没有做好 一整天才包了六十多个箭 还有一堆的货没有发走 真的愁死我了 之前我跟生通 中通这边合作 合作了好几年了 我的箱子啊 包装袋 都是快递负责 而且价格的话是很便宜的 那么现在换了京东快递 他费用高不说 箱子要出 包装袋我也要出 就是我的成本一下 体上去了三分之二 快递的成本 哎 他合作之前呢 我说河南河北北京 这些地方可不可以发快递 京东给我说 之前口罩很严重的 上海重庆他们都能发 然后今天发的时候呢 这些地方都发不走 跟生通中通走得见差不多 只能说比生通跟中通有优势 就是如果中途出现了口罩原因 导致快递走不了的话 京东是有办法可以到达的 但是生通跟中通就要退回或者滞留了 唉 我现在觉得这个创业是真的难 声音也不好做 唉 兄弟们 我觉得好累呀 能不能给我自个招 这个事业我怕是干不下去了 太冷了 大家也别说什么顺风哈 那玩意儿更贵 更承担不起 我现在嘞 只希望这个疫情早日结束 疫情三年 我们的青春又有几年了 我现在嘞 只有跟快递慢慢的去磨合 去配合 看怎么把出货率提高一点 然后也会尽快的给大家发货的 所以嘞 下单的朋友请不要着急 其实我比你更着急 知道吗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